第一條軍火開箱片 你們要不去九丈丸 嘩!嘩! 怎樣由買廁紙變成買軍火呢? Hello!我是Layla! 歡迎你和我踩入南半場 今天很多東西咬 今天早上看到太陽這麼好 我就馬上去洗衣服 因為工程的關係 我現在是不能用家的洗衣機 如果我要洗衣服 要不就要手洗 要不就要在旁邊的洗衣機 總之搞定這些東西之後 我就衝了出來 我現在是在這裡 Costco 這也是陣牌紐西蘭的熱卦 我是來買廁紙 你們會不會有興趣看紐西蘭的Costco呢? 如果有的話 留言告訴我 可能找一集 和你們去逛逛Costco 或者逛逛其他市場都可以 不過還有一樣東西 今天是11月2日 是什麼日子呢? 我生日? 你生日? 國慶? 其實是這樣的 今天是難得可以買煙花的日子 其實在紐西蘭 全年都可以放煙花 但如果要買煙花 只有指定四天 就是11月2日到5日 剛才進去Costco之前 就經過爛地停車場 看到它放了一個pop up store 一個貨櫃 就是買煙花了 即是香港的pop up store 是買精品 公仔那些 這裡是賣 軍手的 但其實是否有什麼節日呢? 好 講經時間 其實11月5日 就是 Guy Fox Day 這一日 跟紐西蘭好像不是有一個很特別的關係 跟英國有關係 話說 在很久以前 有一個叫Guy Fox 他就有點不滿 算是在國會大樓下 放兩噸炸藥 然後在開幕那天 就炸了大樓 還有炸了意願 唉 我真的要用這個Q字 因為真的 到了最後 不成事 他還被判死刑 但後來 就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決定用放煙花 來警惕所有人 我也會做這種事 類似是這樣的 總之我只知道 11月5日 就是全民放煙花的日子 那現在我們就一起去 買 軍 貨 我看到了 你看看多大盒 真的不是那些小小的 滴滴金 沙泡 是真的 飛上天 砰 那一隻來的 我現在就當然不會在街上開箱軍火了 回去我再拍一條開箱片 這一條呢 是我第一條 軍火開箱片 今天我終於約了一群朋友一起放煙花了 所以我現在就給你們看看 我有什麼軍火 來吧 是不是很多啊 我這個呢 它叫Family Pack 所以其實是有很多不同類型的 有一個類似山楂餅的物體 是不是很像山楂餅 電芯形狀的山楂餅 這個有一個藥癮在這裡 就是點一下就來了 這個呢 我看它好像有很多髮 50鏡 應該是這裡一點 它會啪啪啪啪啪 火箭炮地飛上去 我買的時候也有 有看不到它有什麼的 我記得有一個是很搞笑的 這個 有個樣子 我不知道這雙眼會不會有什麼用途 是它爆的時候 這裡會有光還是什麼 然後我其實這幾個是很期待的 就是這樣的 你看看 好像Star Wars那枝 我這裡有六枝 它每一枝 它寫著有六鏡 看到了 雙子座 即是怎樣呢 是不是爆上了天 然後你會看到那個星座呢 因為我有六枝 看看它有其他什麼星座 有兩枝都是雙子 山楊 還有兩枝 咦 這個 人馬座啊 我就是人馬座啊 竟然被我壞中了人馬座 不知道是不是合合都是它們呢 我相信應該是有很多不同星座 哦 平時呢 你銷的產品呢 都銷得多了 即是第一次這樣排了一些軍火 現在放片之好呢 呃 是不是應該由勁的開始 不要啊 應該由逛夜開始玩 就玩這個吧 滴滴金 等我現在先撿一盒逛夜 已經撿好一盒逛夜了 現在出去玩啦 看到在很遠的地方 已經有人在放著煙花了 其實這樣萌萌的 遠遠的看起來 有點視為港 現在由最小的那隻開始玩 看看有什麼看 似乎是放煙的 現在是求救啊 會不會是求救那些信號彈啊 完了 DISCO FLASH 來啊 喜舞吧 哇 KK啊 我想給你們聽聽一下現場 其實現在我 環迴三百六呢 都是有人在放著的 這一隻呢 就是山楂餅啊 DISCO FLASH 它是轉 剛剛那個 但是因為我們困了 經過那些懂得物理的人 他們說要站在那裡 點 那它一點 它一躺下來就會轉 是不是呢 躺下來嗎 哇 對呀 這個忘記了是GZ 不過覺得挺漂亮 你們都需要 狗像院嗎 哇 很害怕 這個火箭槍是不客氣的 這邊有一點 它ly CNN 這樣 当你们玩的时候,记得在旁边准备一桶水 就像这桶一样,是我在下雨时存下的雨水来的 如果有什么事,就用它,淋湿它啦 不如我们现在来一个滴滴金配乐实验啦 我都没有想起来,我都没有想起来 我都没有想起来,我都没有想起来 你,你恨我的世界又再来 你爱我,你爱我 你爱我,我爱我,我爱我 我爱你,我爱我,我爱我 现在就到了笑样啦 是猫的猫 那是你的臉 真的有個樣子 很濃郁 你可不可以吃了 要我用什麼 很害怕 現在終於出這大隻東西了 我當然不會用手拿著 所以弄了個炮台給他 大家不要走著 看到最後有好處 怎樣啊? 剛才那個煙花 好不好看呢? 正不正思? 對呀 英國和澳洲應該都有過這個節日 你們放煙花的情況又怎樣? 留言告訴我 其實我剛剛在剪片 然後看到有天鵝 我就跑去花園摘了自己種的菜 來吃 來做宵夜 來吧 這裡其實有兩種菜 羅馬生菜 但它是小種的 另外還有Butter Lattice 少許波浪型 我先吃點東西 是不是好吃? 其實每一次吃自己種的菜 有種很幸福的感覺 大家都知道了 在香港馬有機菜 其實不便宜 如果要種的話 也不是容易的事 但現在在這裡 每次我走去拜田 我就會感恩 覺得自己可以在這裡有個空間種菜 還有那種感覺 那些東西好像 從天到掉下來給你 就像我種東西 有時候我會用種子去種 有時候我會買一棵菜回來 就剪了一點點 然後就拿個菜頭 扔進去泥裡 就會有它種 那它真的就這樣飆出來 那我就覺得 哇 拜田真的很神奇 其實我之前也有說過 你不一定是因為不喜歡自己的地方 或者覺得自己的地方不好 而去別處 就是你可以喜歡很多地方 又想去法國其他地方是好 而去別處 很多人都覺得這裡是一個 退休生活的地方 但我在這裡 真的有很多很多很多要做 裝修的東西 上學 剪片 拍片 其實是每一天都很忙 但每天回到家 可以吃吃自己種的菜 開個Netflix去看看 那我已經覺得很開心 對啊 說起Netflix 我不知道你們去別處的人 或者去旅行的人 有沒有這個經歷 就是當你去到那些地方 打開Netflix 是會發現 打開是沒有我香港看的東西 啊 這件事 或者我可以試試問一個人 喂 陳沙 你當然忘記了 我也是剛剛來紐西蘭的陳沙 我現在都在看我的Netflix 這麼來這麼去 都只有紐西蘭的東西 在這個時候 ServeShop VPN幫到你 你只需要把伺服器 轉換到你本身的地方 這樣就可以了 同一個道理 如果你想看其他國家的電影 也是只需要把伺服器 轉換到你想看那個國家 這樣就可以了 韓劇 美劇 日劇 英劇 通通都沒問題 ServeShop VPN 在全球有超過3200個伺服器 真是你想去哪兒 就去哪兒 他們除了有30日退款保證之外 現在訂購還有額外優惠 你只需要輸入以下的Promo Code 你就可以得到一五折的優惠 現在訂購還有額外3個月免費使用期 優惠期到12月 心動不如行動 快點去訂購吧 嘩 優惠這些東西 不拿的品 我都快點去訂購 下一集 你做主角好不好 帶你去吃東西好嗎 帶你去逛街 購物好不好 接著這樣 那你們看完這一集 都知道現在要做什麼了 我們下集見 拜拜 繼續吃東西啦 我們下集見 吧 帶你去向哪兒 某坐 我們分為止 按可esz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